万里隧道从民国91年竣工以来 今天进行首波的风机太旧换新工程 往基隆方向的隧道将于施工期间封闭 开放往金山方向隧道单线双向通行 不过金美公务段相当的贴心 担心上下班时段还有假日万里线旺季交通拥塞 将暂停施工 第一阶段的工期也将持续到下周五 也就是11月9号 更新之后将会提供用路人 更安心安全舒适的行程空间 万里区的万里隧道从今天开始 民众不能发现开始单线双向通行 原来是交通部公路总局景美公务段 在东行线往基隆方向的隧道内 风机在进行态换的工程 调拨车道由西行线 也就是往金山方向的隧道 改成单线双向通行 而这样子的工程预计将会持续到下周五 万里隧道风机 其实是从很久之前 民国91年就军工 那我们从 其实万里隧道它一直以来 我们在维护上面 都每年都有花不少的心力去做维护 那到了今年的时候 今年跟明年我们会来做风机的更快 那今年其实先换六台 总共万里隧道有24台 今年先换六台 那明年我们会持续的争取请 所以把剩下的18台都换掉 金美工务段表示万里隧道从民国91年 竣工之后 每年都有针对设备做定期的维护 而隧道内的风机共有24部 从今年起开始要逐步全面的态换 这次是首播的工程预计要态换六部 至于其他的18部也将会持续来争取经费 预计明年底之前就可以全部更新完成 因为我们万里隧道的交通量比较大 我们会影响到用路人他们的不方便 尤其是上下班时间 所以我们的施工的这个时间 早上会从9点之后才开始 9点之后才开始 那下班的时间我们会在4点前 就把相关的交维给收起来 让这个车辆恢复原本东西行线都可以通行的状态 那另外因为现在新北市那边有那个万里屑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假日我们也不施工 让这个用路人的困扰 更不方便捡到最低最低 另外针对工程影响交通的部分 景美工屋段也有所考量 施工期间将避开上下班的尖峰 将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4点前收工 至于阵风万里螃蟹旺季 担心假日造成拥塞 因此假日全日是不施工 并且恢复既有的行车路线 景美工屋段期待透过定期的设备更新与态换 要提供用路人安心安全舒适的行车空间 记者拉平函万里采访报道